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辨别 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 驰龙文、郭尔他的真伪 我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都跟大家介绍了鉴定瓷器真伪的五个大的主要方面 但是呢这后背后呢有很多是大家需要掌握的知识点 特别是哈在不同的朝代的致辞工艺 这个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致辞工艺呢包括他所用的开吐 他所用的釉 以及使用的清料和这个绘制工艺 然后呢就是最后的所谓的入窑烧造工艺 这不同的朝代呢使用不同的瓷器制造工艺 也就决定了他那个朝代的瓷器的具体的特征 都会体现在烧成的瓷器当中 那么这些呢都是有考古的这个支持 但是呢很多人呢觉得呢好像是这就是书本上的知识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书本上的知识呢也是啊 前人根据这些东西总结出来的啊 包括最最著名的啊 清代的这个雍正到这个乾隆时期的独陶官唐英啊 所撰写的啊相关的这个书籍都是对当时的这个致辞工艺的一种记载 那么大家必须要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够结合啊 这个我们看到的东西呢进行鉴定 如果大家都不具备这样的知识 只是简简单单的了解某一种瓷器 某一个朝代的瓷器有哪些特征 这个还是比较肤浅的啊 只有通过更加深入的了解 致辞工艺才能够啊 针对这些所谓现代的仿古词进行鉴别 因为仿古词业者啊 也在试图利用所谓的古法啊 来进行复制 这个呢就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一种 这个怎么说呢 说它是斗争也好 说它是较量也好 所以呢 这都是大家的要进行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一件器物呢 无论是从器形 从胎幼 从青花的发色 以及文式布局和绘画 还有它的圈足啊 都是属于跟这个明代宣德时期的器物 差距于十分巨大的一个作品 所以呢 大家结合着啊 这个真正道代的东西和这个房品呢 进行对比 大家自己从我说的五大方面呢 来进行对比自己看一下 可以提高自己的一种鉴赏能力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